美國《國家評論》8月3日刊登文章說 中共說謊成聲 北京的Delta變種病毒疫情數據是無稽之談 真實情況要惡劣得多 資深政治記者格拉第8月3日撰文說 北京繼續堅稱 中國的疫情總病例數量比烏冠達少 死亡人數比哥斯達尼加少 這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 也是冠狀病毒的起源地 如果對比官方數字的話 中國的死亡人數是美國的1.35分之一 是印度病例的1.340分之一 那顯然解釋不通 因為在中國33個省同地區 已經有17個省同地區的35個以上的城市 已經確認發現Delta變種感染病例 南京和揚州已經取消了所有國內航班 北京已經停止了23個車站的長途列車 中國籃球協會表示 男子職業聯賽的比賽因為大流行病而暫停 格拉第指出 他們知道官方數字是無稽之談 他們只是不知道真實的情況有多差 但這與中國政府在這場危機中宣稱的系列可怕的說法一致 文章說中共不僅是拒絕在COVID-19內源 與國際的調查合作 他們是用謊話在謊話上再說謊 以及再說謊話 例如最早對病毒傳染性的謊話 對中共病毒有效性的謊話 對其他國家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謊話 完全無視太空計劃的碎片落在哪裡 堅持台山核電站沒有出事 並指合作者是偏執狂 格拉第總結說 即使中國政府的評估是準確的 我們也不能相信這個評估結果 因為他們以往在有生死有關的問題上都說謊話 美國支付捍衛民主基金的研究員 魯傑羅8月3日呼籲 美國拜登政府應該就COVID-19喪生的人士 負起責任 應該領導世界迫使中國合作 防止下一次的大流行 魯傑羅表示 北京到現在仍然無視拜登、七國集團 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提出的調查病毒起源合作 美國副國務卿溫迪社曼7月訪華的時候 重申 對中共不願意和世衛合作 不准許在中共對COVID-19的起源進行第二階段調查的關切 拜登在5月底曾命令情報部門對大流行病毒的起源進行為期90天的審查 應該在7月底或8月初完成 魯傑羅表示 拜登需要詳細說明他將會如何迫使中方遵守世衛合法要求的計劃 否則審查不會成功 但是美國國內要求進行全面病毒起源審查的聲音變得更加響亮 這將會增加拜登對北京採取強硬態度的緊迫感 魯傑羅還表示 關於病毒是自然發生 還是實驗室洩漏的爭論 掩飾了一個現實 即是所有人都同意 中方正在阻撓起源調查